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离婚似乎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一年到头,从明星离婚到身边的某某离婚,总有那么几次。 其实,每一个离婚的人都一定悔不当初吧。 相爱的时候,恨不得天天在一起闹,离婚了,就是在痛苦中煎熬。 离婚了,老死不相往来都行。 能够说再见还是朋友的人,恐怕少之又少。 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在结婚之前,请擦亮眼睛,千万别随意。 踏入婚姻的大门,否则后悔都来不及。 以下三种婚姻,失败的概率十有八九。 你宁愿孤独终老,也别踏入第一种,徘徊在爱与不爱的边缘,若即若离。 爱就一生一世,牵手好好爱,爱到死去活来都可以,不爱就放手,别拖泥带水,纠缠不清是受罪。 有些爱情,在踏入婚姻之前就是左右意,感觉是为了成家立业而结婚,就是一个仪式而已,双方都没有当真是你不行,他不愿。 还有的人结婚之前就是冲着钱来的,彼此相处毫无默契感。 这样的爱情可以忍受一时半会儿,但后来树倒狐孙散。 当你落魄的时候,那个他跑得比兔子还快。 当然,婚姻不能没钱,但钱不能衡量爱的深度。 真爱的人是两个人一起去赚钱,一起共度难关,而不是谁算计,谁的财富。 还有的人因为已经怀孕了,感觉就这样吧,于是草草决定结婚,然后就是因为孩子而凑合拥有,离婚不得,相爱没感觉。 既然不是铁了心要在一起,还没有考虑好,就别说结婚,否则离婚很麻烦,对谁都不是好事。 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你可以忍一时之气,估计不能一辈子受气。 如果你一定要忍,那就苦一生,结局太凄凉。 第二种,双方不是一路人,层次不同。 两个人相爱了,年龄不是问题,距离也不怕,工作可以换,经济可以一起去改变,但双方层次不一样,就是形同陌路。 层次不同,关键体现在思想,一个说东,一个往西走,一个要出远门赚钱,一个拖着不让出门。 这样的婚姻注定磕磕碰碰,留下来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土磊说,爱情没有高低贵贱,但婚姻一定是门当户对,爱情往往蒙蔽人的心灵和眼睛,但婚姻却是平平淡淡过日子,层次相差太远的人注定走不到一路。 那些丑小鸭嫁给王子的故事,多半是在童话里,现实生活中很难拥有的。 你太穷,亲戚朋友都看不起,更何况是高高在上的王子。 层次不同的人很难磨合到一块,毕竟生活不在一个档次,思想不在一个层面。 第三种,一方或者双方做事毫无原则,出而反而。 有的人做事毫无原则,今天说什么,明天自己就违背了。 那些信誓旦旦不过是一句花言巧语,谁要是信了,老母猪都会上述,多少人刚刚还在发誓要好一辈子,一转身就爱上了别人。 人心不足舌吞下,婚姻里吃着碗里,瞧着锅里,这样的人,谁和他结婚了,谁要倒霉。 婚姻之外的爱情,永远都是婚姻的一道伤疤。 越说越伤心,越描越黑,即便另一方可以忍受让有婚外爱情的人回归家庭,但裂缝永远存在,触碰一下就会流血不止。 婚姻不是一张证件可以束缚,关键是靠诚信。 心都走远了,留下一个证有什么意义? 爱是你情我愿,婚姻是心心相印,一辈子不长,别将就,别委屈了自己,关键是婚前擦亮眼睛。 以上几种婚姻,宁愿孤独终老,也别踏入。 一个人最大的失败是婚姻失败,要是找错了人,从今往后步步接错,即便要放手,也惨不忍睹。 一个有家庭的人爱上了别人,或者一个人爱上了有家庭的人,都是一段孽缘。 如果还放不下,苦苦爱着,以为这是真爱,注定会在一起,那么就是一个人陷入了沼泽地,越挣扎越要陷下去。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总是希望爱一心一意。 情,一生一世,爱情的目标是幸福,而不是游戏。 人间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多少人的爱情就被现实生活的苦一点点埋葬。 人生的苦,最苦的是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工作不轻松,生活不简单,心情不愉快。 一个人心累了,总想找一个人依靠,但身边的人往往靠不住,也不能给予最好的安慰。 当身边的人开始抱怨,爱情就开始被活埋。 大部分的家庭,男人在外赚钱不容易,看人脸色还要低声下气求全。 女人在家带孩子照顾老人不容易,忙得团团转,还被人当成吃闲饭。 如果彼此不理解,相互责怪,曾经恩爱有加的人,也会变成沉默寡言,同床异梦。 但婚姻之外的人出现的时候,总是让身心疲惫的人眼前一亮,似乎找到了当初恋爱的感觉。 即便控制力非常,他好的人也会在权衡婚姻内外的幸福感之后,偏向婚外的爱情。 一个有家庭的人遇到了婚外的爱情,放手不能,相爱不行,唯有思念,天天都在把自己的心一点点带走,直到最后感觉顺理成章在一起了,找到了真爱。 一个人有了婚外的爱情,其实日新已经走远了,一切都覆水难收,即便人在家里,也是魂不守舍。 其实,一个有家庭的人放不下婚外的爱情,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回归家庭,二是失去爱人和家庭。 选择第一种答案的人,即便回归了家庭,其实也为家庭埋了一颗定时炸弹,时不时要被翻出来作为羞辱一番的把柄。 两个人的感情再也不会如出一样恩爱了,隔阂注定会越来越深。 婚外的爱情成了家庭的伤口,永远也不会痊愈。 选择第二种答案的人是义无反顾地爱上婚外的人。 即便,抛弃了家庭也无所谓,或者是因为家里的人受不了背叛的感情,决定一刀两断。 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导致离婚,最后能过上幸福生活的人很少,毕竟最婚外的爱情,非常认真的人很少,多少人不过是玩一玩的态度,人生就是一条船。 爱人就是掌舵的人,如果你总是过分地折腾,偏离了航线,船是要翻的,两个人的家庭里容不下第三个人。 如果有婚外的爱情还放不下,就是引爆了定时炸弹,让家里闹得不可开交,最后都闹够了,失望透了,好端端的家就散了。 世间有言,发忽情,只忽理。 有些感情点到为止,别逾越了立法的界限,否则一次超越,不可收拾。 一个人爱过,挣扎过,被伤害过,就慢慢明白了,放手也是爱。 一个人失去过,被欺骗过,无力回天的时候,就懂得了,失去也是得到。 人的一生,不是你努力了就一定有结果,总有一些是,你无法左右,总有一些人注定要离开你,总是放不下过去的某个人,是因为心痛还不够, 是觉得爱情还有希望。 当你痛到要失去生命的时候,就真的放下了,好像手里握着一根针,扎手到很痛,很痛,就松手了。 人生除了生死,一切都是小事,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除此之外,还有责任和亲情,友情。 你放不下的东西其实都过去了,注定不会回到你身边了,你天天想着也是徒劳。 佛说,得到失去都是天意,是你的不用求,不是你的求也不赖。 有智慧的人,都是尽管努力做好自己,其他的交给天意,随缘就好,只要努力过,也就问心无愧。 其实,冥冥之中,你失去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比方说,你失去了旧爱,就遇到了新欢。 如果你沉迷过去的爱情,永远打不开心结,那么就沉沦下去了,一辈子只能孤苦伶仃。 你失去了烦恼,才有了快乐心情改变一个角度,就充满了阳光,你放弃了欲望,就得到了平和的心态,变成了无欲则刚,反而更加坚强。 因此,幸福的人都顺其自然,知足常乐,心态好,一切都好。 对于生命而言,无论得到还是失去,都是一种人生经历,一切都会过去。 人生在世,无所谓真正的得到,也不会真正的失去。 比方说,你想要很多很多的钱,但钱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人一辈子光溜溜的来,也光溜溜的走。 你要的爱情,只是陪伴了你的一程,总有一天,你还是要失去,早晚而已。 对于时间来说,我们都是过客,如一粒尘埃一样卑微,我们唯有好好珍惜眼前,放下过去,展望未来,至于得失,就顺从天意。 爸,得不到的东西就算了,办不到的事情就放弃,留不住的人就放手,过去的烦恼就忘了。 别总是强求自己,别将就这活太难受了。 余生不长,一别才有两宽,一放才有舒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人越是上了年纪越会活的博情。 也许这是一种成熟。 博情并非是绝情,而是我们对于生活的顿悟。 美经受过风雨,自然不会懂得博情的珍贵,历经沧桑,自然明白博情做人才是生活的真相。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喜欢摆出一副热情洋溢的模样,希望别人会对我们留下好的印象,双方可以互交朋友。 可是我们却忘了这么一点,与过客交往真的必要吗? 过客的感情终究是浅薄且虚伪的,无论你花了多少时间在他们身上,最后你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我们到了四十岁之后,相信我们就会一改以往的态度,而是喜欢一个人生活,不再打扰别人,也不想被人打扰。 也许讨厌交朋友,不喜欢参与聚会的人,绝大多数是这几类人。 一、事业有成的盲人。 有一类人确实很忙,他们或成了工作单位的精英,每天忙不完的事情,或自己创业成了经营者,有了更加繁忙的日程。 这两种人往往事业有成,但却有钱没有闲,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连慢节奏的生活都过不上,更不要指望他们能去参加同学聚会了。 当一个人越来越优秀的时候,就会。 可以看透许多旁人暂时看不透的事情。 人与人之间的层次一旦拉开,关系自然变得陌生。 正所谓久逢之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眼界和思想不同的人很难坐在一起畅聊。 事业有成者除了工作繁忙之外,更多的是在心底有了明确的人生规划。 他们的时间很紧张,每一分每一秒都有要做的事情,所以很难挤出时间来参加同学聚会,甚至他们一点都不想拉关系,谈交情。 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自私的,如果足够强大,没有谁想要抱团前行。 毕竟一个人是自在的,一群人则需要不停地包容,如此只会感到心累,生活本就已经够累了。 谁都想坐下来好好歇歇,如果可以,没有人会愿意再给自己徒增形成。 毕业数年之后,失业有成的盲人,一般是不会去参加同学聚会的。 二,不喜欢热闹的人。 这世上,有人喜欢热闹,就有人喜欢冷清。 无论是什么聚会,都少不了活跃气氛。 这是爱热闹之人的专场,他们总能在集体的相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甚至还能凭着个人独特的能力出尽风头。 相比之下,那些爱独处,喜欢安静的人,就会显得拘谨且无所适从。 与不喜欢热闹的人而言,参加聚会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消耗,原本神采奕奕的一个人在热闹的环境中感受不到快乐。 他所能体会到的大概如鲁迅先生。 先生所说的那样,我只觉得他们吵。 安静的生活就是有质量的生活,独处的日子才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价值,而那群来群往的人生跟浪费时间差不多。 乌合之众当中有这么一个观点,当你身处于群体中时,那你将变得毫无自由,甚至连主见都被磨灭,最后你将成为了毫无思想的僵尸。 为什么我们要安静地活着? 因为这个世界过分喧闹,影响了我们心目中最后的纯净,所以说安静就是一种珍贵到极致的美好。 为什么我们要过独处的日子? 因为一群人的日子就是在消耗时光,而只有一个人去生活,我们才能知道个人的追求和目标,讨厌交友并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对于安静生活的追求。 三,生活不顺心之人,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参加同学聚会。 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那就是人性的攀比。 成年人的世界里,攀比是无处不在的,要面子几乎是所有人的通病。 于是,好好的同学聚会就会变成一场无声的面子争夺战。 大家各自戴着虚假的面具聚会成了一场表演,甚至比工作中的应酬还要考验演技。 有的人表面上云淡风轻,背地里已经把昔日的同学分了三百六十九等。 但凡是比自己过得好的,今后可能用得着的人,就笑脸相迎,好好巴结一场。 若是对着比自己混得差的人,表情立马大反转,冷冷回应,或者干脆不做回应。 这就导致很多混得并不是那么好,生活并没有那么顺心的人,逐渐不愿意再去参加同学聚会,生活已经那般无情,更不想再去同学聚会上给自己添堵。 四,看透了人心人性的人友,句话说得很好,我之所以感觉到失望,只因我已然看透了事实沧桑。 对这世间的人心还有一定的期望,是年轻人经常做的事,而对这世间的人心毫无感情,甚至有些淡漠,这是中年人经常做的事,为何中年人不喜欢交友,也不喜欢跟太多人往来呢? 因为看透,所以冷漠,职场中,无论你再怎么善良,最后都只会被人欺负,在生活里,无论你再怎么老实,最后都会被人荡成了。 其实我,我们都不想成为软柿子,也不想再被别人拿捏,因此,我们逐渐活成了冰冷的自己,满身是次,只为了保护那生存于内心深处的最后一份善良。 做人可以傻,但不能一直傻下去。 与其跟过客有太多的关系,不如好好的为了自己而活,这样做最好。 五不想招惹麻烦的人,曾广贤文有言,文是莫说,问是不知,贤是莫管,无是早归。 你听到了什么事儿,都不要跟别人说,别人问你什么事儿,你都一概说不知道。 对于那些所谓的闲人闲事,还是不要管了,早点回家最好。 这世间太复杂了,也许一个风浪过来,我们就会葬身在社会的大染缸当中,唯有聪明一点做人,少惹闲人闲事,我们才能安稳到老。 同样的道理,中年人就是因为不想惹太多的麻烦,所以才不喜欢交朋友。 况且,这世间哪有那么多真朋友呢? 他们都不过是酒肉朋友罢了。 跟酒肉朋友交往,只会给你带来无数的是非矛盾,最后你也就受到他们的消极影响了。 少参与到群体的活动当中,否则会轻易得罪别人,招惹不必要的仇家及怨恨。 六不想牵扯任何利益的人,以往我们总是喜欢参与到不同的饭局, 即酒局当中,那时候的我们认为饭局和酒局才是拉拢人脉的好地方。 可是酒局和饭局上的人脉真的属于我们吗? 也许在散场之后,别人连你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别相信什么多多益善,别相信什么多个朋友多条路。 唯一可相信的就是每个人的共同追求利益跟别人牵扯太多,就是在利益的雷区上蹦踢。 到最后,也许你会被人针对,落得不幸的下场。 有句话说得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别相信什么人性本善,也许人为才死,鸟为食王才是硬道理。 七,习惯于做减法的人。 人到中年,经历了如此多的事,见过了如此多的人,自然就会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多不是好事,而少也未必是坏事。 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做加法,让自己经历更多,可是到了中年之后,我们不妨做点减法比较好。 对于不必要的人,我们要及时远离,千万步。 不能跟他们有太多的联系,要知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哪怕是某些见不得人好的亲戚,我们还是要远离他们比较好,因为任何见不得人好的行为,最后都会降临到你的头上。 很喜欢这么一句话,一个人面对整个苍凉的人生,也算是一种潇洒和豪迈。 一群羊再热闹,也终究是一群羊,而一匹狼再孤独,也终究会盘踞山林,生威万千。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曾广贤文有言,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修。 人能否活得长久,只需凭借三寸气,这三寸气在俗世的一切皆有意义,而这三寸气不在,则万事万物都会成为过眼云烟。 人生说,简单也简单,而说,复杂也复杂。 简单在于,这所谓的人生,只不过是一场经历,富也好,穷也罢,最后的结果都只不过是一个小盒子而已。 而复杂在于,这所谓的人生,终究跟无数的红尘俗世夹杂在一起。 这不仅让我们活得疲累,还会让我们活得痛苦。 我们不妨问问自己,人生到底劳不劳累呢? 这几十年来过得苦不苦? 相信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会说,人生太劳累了,人生太艰苦了,而百分之二十的人会说,只需要努力了,就能够幸福了。 一切的痛苦都跟不够努力有关,因此,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就会跟着百分之二十的人产生矛盾,前者不了解后者的人生,而后者也不了解前者的生活。 人世间的矛盾以及悲剧皆源于此。 可是,无论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也好,还是那百分之二十的人也罢,谁都无法逃脱这四个字的归宿。 一走到尽头,才明白,人生不过是大梦一场。 有一位老教授,他逃离满天下,拿过的奖项特别多,备受别人的尊重。 在别人看来,他就是个特别幸运的成功人士。 可是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 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人生短短几十年,无论是高高在上的有钱人也好,还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也罢。 都在属于自己的梦境中过活着。 一旦梦境破碎,所有人都面临着同样的结果。 我们只能够做到的,就是尽量点缀自己的梦境,让虚幻的人生缤纷多彩起来,不至于存在遗憾。 可是他的儿子不明白,说道,人生怎么可能就是一场梦呢? 这不是现实。 我觉得人生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过程,一切事都由自己来把握。 身为父亲的他,听到孩子的回应后,也没有说什么。 过了十年后,儿子拿着他的积蓄做生意失败,白白亏了几十万。 那一刻,儿子才彻底明白,在世界面前,个人其实无能为力。 而在定床上,这位老教授,儿子说道,别为了一时的不幸而气馁,别为了一时的落差而失去生活的希望。 人生本就是一个不断认清自我的过程。 既然我们在梦得一样的人生中拼命地活着,那人为什么就不能淡然一点呢? 身以为然。 二大梦一场,才是人生的真相。 苏氏曾写道,是是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人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有所经历。 当经历完这个过程之后,其实每个人都得归去,只留下江湖的痕迹。 梦就是人生,而人生也是一场梦。 梦中的你我都在城市的大环境中厮杀,到最后还是一无所得,唏嘘而归。 曾有人提出过一个这么一个观点,人活着的过程,就是一个做梦的过程。 当然准备离开的时候,才会恍然。 从梦境,当中醒来。 年轻的时候,总是认为人生就是一场决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才领悟到了一个道理。 人生如虚如患,不过执着于纸醉金迷当中,浑浑噩噩大梦一场。 无论你是大富豪,还是市井小明,最后都得梦醒,从而离开梦醒,抛弃所谓的钱财名利。 在白忙一场中度过余生。 无论你是上位者还是普通人,最后都不过是。 捉重枯骨罢了,哪怕再有本事,也终究抵不过时光的冲击。 梦醒了,就得离开了人生。 看似现实,实际上是虚幻不已。 曾有这么一位老人家,他年轻的时候就走南闯北,赚到了不少钱财,可以说他算是那一代人当中的佼佼者了。 后来迫于环境的情况,只能走到一厢大拼。 那时候的他认为人生就该长命百岁,然后赚个盆满钵满。 虽然他经历过多次臣服,也都创业失败过,可最后还是小有成就, 成为了同乡严重的成功人士。 记得他七十岁的那年回乡,村里面的人都透出了羡慕的神情,至少别人留过羊,在异国他乡赚到了钱。 在他人看来,人生就像他这般成功,否则毫无意义可言。 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他慢慢悟出了一个道理,这钱财再多,真的有用吗? 传给后代,后代也会花光。 而钱财对于自己来说,也根本带不走。 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是这个道理。 有一次,他在曾孙问他,他爷爷,您觉得生活像什么? 老人家只说了这么一段话,像一场梦,有些人的梦比较平淡,一说就破了,有些人的梦较为大起大落。 人经历了许多,可所有人都无法永远做梦,都有醒来的那一天。 到了那一天,每个人都得尘归尘,土归尘。 与这世间再无瓜葛,也许无论经历了什么,有怎样的成就,都改变不了大梦一场的结果。 苏氏在念奴交中写道,战国神游,多情应孝我。 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星月。 被贬折到黄州的苏氏,路过了赤壁谷战场,突然有感而发,雄资应发的周瑜,横朔腐蚀的曹操,早已已经散落在了历史的烟雨里面,而我们也会被历史掩埋。 葬身于时光当中,看看头顶上的白发,看看已然逝去的英雄人物,看看这些人的雄伟业绩,这都是岁月的痕迹,也是时光。 他的经历,人生之所以是一场梦境,也就是因为尘世的一切皆是虚幻,所有的大富大贵,我们都带不走。 所有的全是名利,我们都留不住。 在长寿的人生,也终究有走到尽头的那一天。 哪怕是我们留下的资产,什么房子、车子、票子以及人脉,也会在百年后消失,最后化为一缕青烟,成为了历史的一个痕迹。 对于百分之二十的精英来说,人生的最后也只能是大梦一场,对于百分之八十的普通人来说,人生的终点也只能是大梦一场。 在人生的这段旅程中,除了中间那短短的几十年存在着差异,其实开始和结束都是公平的。 三曲中人散,繁花落尽,大梦一场。 每一首优美的曲子,都有终结的那一天。 每一场盛大的烟火,都有寂灭的那一刻,每一场人生的梦境,都有结束的那一天。 年轻人看不透人生,就跟上文的儿子一样,少年轻狂,我命由我不由天。 可是他依旧是尘世间的普通人,又能改变什么呢? 只有当年轻人都有所经历后,他们才会逐渐地看透什么命运,什么人生,什么红尘,什么俗世,在广阔的宇宙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 有一位科学家,他在晚年的时候,说过这么一番话。 地球对于人类来说,那是一场梦,而宇宙对于地球来说,也只能是一场梦。 这场梦会随着生物的繁衍。 而无休止地延续下去,直到达到尽头的那一天。 我们不妨仰望星空,顿时思绪开阔。 是啊,我们总觉得地球很大,人生很壮阔。 殊不知,他们在宇宙面前不止一。 而宇宙在时间面前,也只能是过客罢了。 我们选择看透这大梦一场的人生,并非是活得消极, 而是要在看透中收获到内心的平淡,不再为了琐事而纠结。 不再为了琐事而痛苦,一切坦然自若,安然自得。 仅此而已。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会在一觉醒来后,发现自己手麻了,有人甚至有半夜被手麻醒了的经历。 那么睡觉手麻是什么原因呢? 可能是哪些疾病引起的? 又该如何预防呢? 今天就来说说这些问题吧。 一、睡觉手麻是什么原因呢? 一姿势不对因睡姿不正确造成手麻每天每人的睡眠时间可以占三分之一。 虽然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普遍认为睡觉不需要花很多姿势, 其实早有科学家们表示,人在睡觉过程中会有无数的。 个睡姿,只是人们感觉不到罢了。 对于喜欢趴着睡、骑着睡的人,当这样睡姿维持时间较长,颈椎处于扭曲的状态,一旦神经组织受到压迫,全身乏力的感觉会更明显。 因手被压制造成的手麻,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睡觉过程中不老实,被中午一直压着手臂,那么整个胳膊都容易受牵连,进而出现手麻、胳膊麻的现象。 重则还存在酸痛的感觉。 哎,枕头问题,有些人常常睡觉睡到一半容易感觉手麻脚麻,很多时候是因为枕头太高了。 人在睡觉时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枕头,如何选择合适的枕头是非常有学问的。 而人们光顾着枕头的,舒适程度被忽略的是枕头高度。 按照生理结构来看,要想选择适合颈椎的枕头,需要符合颈椎前秃的特点。 所以,古语里高枕无忧的说法,其实并不科学。 在枕头高度上,选择单侧肩膀的宽度即可。 对于趴着睡的人,建议你在睡前及时纠正。 不管是婴幼儿还是成年人,趴着睡都容易出现呼吸不畅,猝死的概率。 健康的枕头可以维持颈部自然曲线,降低关节肌肉的压力与张力,达到放松效果。 三万岁道症候群 万岁道症候群是职业伤害中最为常见的周边神经病变之一,由正中神经经过万道时受到压迫所致。 万岁道症候群好发于职业性搬运、托举、扭宁、捏拿等工作的人群中。 早期症状以手麻为主,尤其是拇指、食指及中指。 也有病人感觉五指全麻,或局限在中指,或者中指及食指也常会伴随首次痛感或无力,这种痛也会放射到手背及肩膀。 有些病人半夜常被麻醒,或者骑车中突然手麻。 后期神经受到严重伤害时,会有肌肉萎缩、手无力、感觉丧失等现象。 四颈椎病 颈椎病除了有手指麻木,感觉异常以外,还伴随其他症状,比如颈肩部骨肉酸痛、上肢有放射、痛或活动障碍等。 身为电子产品的奴障的现代人,要得到颈椎病可以说是太容易了。 害你得颈椎病的原因基本上是你每天都在长时间接触的。 索性确诊颈椎病并不困难,只要照一张颈椎CG片就可以了。 呜呜呜。 更年期症状进入更年期的妇女有时候也有手麻的现象,相较于很多令人讨厌的症状,手麻大概只是最轻微的一种了。 主要原因是年龄越来越大,机能逐渐退化,有些部位明显出现行动不变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症状,可以进行骨科检查,看看是否存在骨质疏松。 而且随着更年期的结束,手麻现象就会随之消失。 更年期长伴随着许多让女性无所适从的骨质疏松,忧郁,心脏病。 六、中风引起手麻的另一常见疾病便是中风。 虽然手指麻木不一定会发生中风,但对于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人来说,如果经常出现头痛、眩晕、头重脚轻, 肢体麻木、舌头发胀等症状,患者平时又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时,应多加以注意,警惕中风的发生。 气 其他疾病、心肾疾病也会引起手指发胀,一般伴有脸肿或腿肿。 糖尿病患者也可出现手脚麻木和感觉异常等症状。 如果你怀疑自己有这些疾病,需要做尿检血糖。 等相关检查以便确诊。 除生理原因引起的手麻或者是不良习惯导致的手麻,就要看看是不是身体出现问题。 很多女性在进入更年期以后,身体上都会出现不适的反应,其中就有手发麻的现象。 女性若是在年龄变大之后一段时间内总感觉手没有原因的发麻,就要开始调养身体了,如此才能安稳度过更年期。 手发麻的过程中,感觉到手指发麻比较强烈,可能需要检测一下自己的血脂了。 血脂在升高的时候,就容易让粘稠度变高,循环会受到影响,手指属于末梢,攻血就会容易不充足,攻血不足以后,手指所需的营养物质也不能。 即时送达,这个时候就会容易出现手指发麻的情况,短时间内总是频繁地出现手指发麻,要赶紧查查血脂,并且及时地调理。 尿酸高的时候,也会容易让人出现手麻的现象,还伴随着手发胀的感觉。 体内的尿酸在持续升高时,就会在关节部位形成一块块小石头,对四肢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时常会让人感觉关节疼痛或者是有发麻的感觉。 在日常生活中,若发现自己的手发麻发胀,一定要重视,要立即将尿酸了。 还有一种情况也会引起手麻,就是人体缺乏营养,缺乏维生素B足,周围的神经就会受到影响,也就会。 出现手麻现象,这种情况很容易出现在挑食、添食的人身上,或者是本身吸收比较差的人。 想要改善情况,就要改正自己的不良习惯了。 二,预防手麻做好这些事一,枕头不要过高生活中,我们应当注意避免长时间低头,避免颈部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多活动颈部,睡觉时枕头不要过高过硬。 二,常活动手指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手指上隐藏诸多重要的经络和穴位。 经常活动手指,能很好地起到疏通经络的作用。 其中手指的肩部是连接大脑神经元最敏感的区域,经常对其进行按摩,能起到刺激经络和。 缺位的目,从而防止手部发麻症状的出现。 有空时做这个动作,可以预防手麻现象。 五指张开垂直,压桌面4-5秒,用力握拳4-5秒,然后将五指张开。 这两种动作可以重复做几次。 三,纠正不良习惯生活中常见的手麻症状多由手部血液循环产生淤积不畅而导致,其中经常诊手睡觉,提重物等都是造成手臂麻木的主要因素。 所以在日常要尽量避免这些情况的产生。 四,关注血压血糖老年人要监测自身血压水平,低盐低脂饮食,防止动脉周样硬化及血栓形成,改善脑工穴,进而防止手麻。 病期监测自身血糖水平,生活中避免食用过多含糖量多的食物,进而防止出现糖尿病神经病变而引起的手麻。 手麻是手部很常见的一种疾病,偶尔因为长时间压迫导致的手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经常出现手麻的情况,就要引起重视了,应该及时到医院诊断治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诗中有云,不经一番彻骨寒,怎的梅花扑鼻香。 老话也常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人生之中,总多优苦,人们总把能吃苦看作是一种美德和修养,可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苦都值得我们去吃。 尤其是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更应该明白,有些苦实在不必也不应该吃。 一太在意他人,委屈求全之苦。 还有一种苦,看似来自他人,根源却在自己。 19年的12月,温州的孙女士,在下半路上被公公和丈夫带人拿铁棍暴打,且有毁容的风险。 孙女士丈夫一群人用铁棍敲他,又使工具刮他的脸,刮完又用金枝图擦他的伤口和嘴巴。 这还不够,不忘拿剪刀剪他的头发和衣服,手段极其恶劣,惨不忍睹,整个画面完全不敢想象。 据他弟弟称,这并不是第一次家暴了。 孙女士看在孩子还小的份上,才没有执着着要离婚,就这样一直忍着忍着。 忍是忍了,可是惨了。 孙女士接受了一次又一次被家暴的委屈,没有做出根治性的决定,又再次遭到如此恶毒的家暴,甚至还毁容了。 婚姻生活里,女人不必一直接受委屈,就是这次接受熬过去了。 有一次委屈,下次还会有无数次。 女人一旦委屈求全,就会被男人肆无忌惮,理所当然,越陷越惨。 我们的身边都会有这样的女人,总是一副水作似的好脾气,吃了什么亏都当作是福气,受了什么委屈都咽进肚子里。 这样的女人总是非常在乎别人的感受,生怕自己做错一些事,说错一些话, 会让别人感到不高兴。 所以她们总是小心翼翼地待人处事,处处都为别人考虑,在乎他人的感受。 可是她们唯一忘了的,就是自己也会心酸,也会委屈,也会伤心。 这种苦看上去是别人不懂珍惜,实际上自己是在委屈自己。 而且过度地在意他人,处处委屈求全,别人甚至未必会领你的情,更多时候不过是。 一场自我感动而已。 现实是,你懂事,你体贴,不见得就会受人喜欢。 当你为他人着想,不愿意为难他人的时候,最后受为难的就是你自己。 如果其中有人会念着你的好,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很多时候,你越替别人着想,越容易被当成理所应当。 因为有些人就是这样,你对他好,帮他帮到了几分,对方呢? 觉得你没有帮到他十分,反倒觉得你欠他三分。 你的懂事体贴,最后变成了这是应该的,甚至在一次又一次过后,被要求的更多,你永远也满足不了。 善良是好的,为他人着想也是好的,但是你不能再去之委屈自己的苦,对之感恩的人好,对过度索取的人,我们要懂得拒绝。 不要过多地去成全别人的生活,而忘了自己的生活。 真正聪明的女人应该如习慕容所言,人的一生应该为自己而活,应当学着喜欢自己,应当不要太在意他人怎么看我,或者他人怎么想我。 不过度在意他人,多为自己而考虑,才不会日日吃黄莲,有苦没储素。 二,不舍得花钱,亏待生活之苦。 节俭一直是一种为人称道的美德,但是凡事都讲究一个度,过度节俭实际上就成了吝啬。 莫言曾经写过一个让人深感遗憾的故事,一位朋友的妻子不幸离世,这位朋友在整理妻子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条两个人在旅游时购买的丝巾,两人的生活说不上富裕,因为这条丝巾是他送给妻。 妻子为数不多的贵重礼物,妻子舍不得带这条丝巾,他总是担心金自己会将它损坏,也想将丝巾留在更重要的场合。 于是这条丝巾便被一直珍藏着,直到他离世都没有来得及戴上过一次。 每次回想起这件事情,这位朋友都会伤心地落泪,他决定自己再也不将宝贵的东西珍藏,而应该在当下就享受完毕。 生命总是瞬息万变的,我们能够抓住的只有当下在经历的时光。 很多事情将它规划在未来,那么留给自己的只有永远的遗憾。 而且很多东西只有在特定的年龄阶段才会发挥最大的价值。 即便现在已经经济自由,也没有办法体会到童年渴望的玩具能够带给自己的那种快乐青春时。 去之后,即便买到了自己渴望的那件衣服,也再也没有勇气去穿上。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女人,舍不得买新衣服,舍不得吃好吃的,舍不得出去旅行。 这样的女人往往过得并不幸福,因为无论她们有钱还是没钱,都不舍得给自己花钱,日子过得苦哈哈,没有乐趣,也没有情趣。 这样的日子说白了就是在熬,只会让人变得越来越爱抱怨,爱唠叨。 就像有句话说的,人身上所有的焦虑和戾气都是亏待出来的。 不舍得给自己花钱,实际上就是在亏待自己,亏待生活。 这种苦同样是自己在为难自己,可挣钱的目的难道不是让自己活得更好吗? 富养自己才是女人最应该学会的一件事,就像蔡兰说的那样。 尽量地学习,尽量地经历,尽量地旅游,尽量地吃好东西,人生就美好一点,就这么简单。 三,不爱惜自己,透支身体之苦。 年轻时候的每个人似乎都不会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太重,虽说身体是资本,但手头上的任何事似乎都要比自己的身体更为要紧。 熬夜加班,打游戏,追剧,甚至通宵打蛋,抱着还年轻的心态,再不舒服,也要撑着生活要么过得太紧,要么过得太松。 当忙完工作,终于到了休息天的时候,又开始放纵自己,想玩到几点就玩到几点,吃吃喝喝也没了节制,其实也很正常。 年轻时候的生活状态,谁不是这样呢? 也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可是一旦过了三十岁,你便会开始觉得疲惫。 一些小感冒和小病痛,对于以前的你来说,可能熬一熬,过几天就没事了,可是现在不行了,你想着扛一扛,结果越多病得越重,因为年纪大了,抵抗力自然不如从前,更何况身体这东西,你透支得越多,想立马就还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更加的爱惜自己的身体,毕竟身体是有限额的,当你在前面花得多的时候,后面自然就少了,怕的是到那个时候,想还却还不上。 就像复旦教授于娟曾经说过的那样,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带给自己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 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亲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窝居,也温暖。 年仅31岁的,他在患上乳腺癌,生命仅剩下短暂岁月时,说出了上面的这番话。 这是他用健康和生命领略的感悟,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 一个女人无论多大的年纪,都不应该透支身体去还钱,如果总是仗着自己身体好还年轻,就不应该好好的爱惜,最终一定会面临来自身体的抱负,等到身体发出警报,健康遭遇危机的时候,再去后悔就晚了。 知名作家易书曾经说过,每个人最终的归宿都是自己,人这一生,说到底是为了自己而活。 所以,作为女人,有些苦实在不必去吃,有些累真的不要去受,毕竟能吃苦是一种美德,不盲目吃苦,则是一种智慧。 不,去迁就他人,不吃委屈求全之苦,不过分的节俭,不吃亏待生活之苦,好好爱惜身体,不吃透支身体之苦。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些人平时对你不冷不热,一听到别人的私生活,就侃侃而谈,杀不住话匣子。 上一秒刚跟你聊了别人的隐私,泄了愤,下一秒就拿你的隐私去拉近跟另一个人的距离。 结果往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的心事一不小心成了众人皆知的秘密,又平添了一桩烦心事。 三人成虎,众口硕金,而背后不议论别人,是对别人最大程度的尊重,是做人最好的修养。 一传话的威力有一千分贝。 我们将秘密透露给同友的时候,都会说一句,不要告诉别人,但是你忘了,朋友也有朋友,秘密会成几倍,几十倍的速度扩散。 王小波在洪福夜奔离有过这样的一个讽刺,先安排的劫匪去打劫薛松的山寨,领头的低声告诉后边都别出声,结果一个个传下去,声音越来越大,传到最后都别出声,四个字已经响彻山谷。 川浩的威力啊,由此可见一般。 无独有丁弓早景的典故,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宋国有一个姓丁的人在自家院中打了一口井,他很欣慰。 这样饮水洗衣,就不需要专门占用一个人,相当于得到了一个劳动力。 谁知这话被传成,丁家打井挖出一个人来。 可见,身处关系。 你想是多么的离谱,结论往往大相径庭。 柳庸在《我不是教你诈》中写道。 能不传话,最好不要传话。 能不套话,最好不要套话。 能不摄入背后的批评,最好不要摄入。 做人,永远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隔墙有耳。 你议论别人的话,总有一天和别人家听到,若是被不怀好意的人添油加醋。 你的议论就成了刀,既伤到了别人,也伤到自己。 永远不要在背后议论他人,别人有别人的生活,别人有别人的难处。 你议论别人,就是把别人为难。 人心啊,都是相互的,总有一天,别人也会议论你,把你刁难。 永远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对别人而言,你永远是个外人。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闲言碎语。 你做的每件事,都是多管闲事。 无论你的议论出自何种目的,在别人眼中,都是个小人所为。 然后,我于是学说话容易,学闭嘴很难。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 与人相处,谨言慎行,不该说的不说,做一个懂尊重他人的人。 永远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别人不靠你生活,你无权过问,别人不用你养活。 你无需指责议论别人啊,说明你修养不够。 指责别人,说明你人品不行。 二,言语如刀,无形却致命。 钱钟书在《围城》里写道,流言这东西,比流感蔓延的速度更快,比流星所蕴含的能量更加巨大,比流氓更具有厄运,比流产更能够让人心力憔悴。 有人说,最可怕的谣言,不是无中生有的凭空捏造,而是断章取义的部分真实。 怕就怕传言跟传谣之间没了界限,颠倒是非。 真的会杀人于无形之中。 牛是怎么死的? 故事中,牛耕田回来,疲惫不堪。 狗跑来看看他,牛说,哎,老朋友,我实在太累了,没,我真想些一天。 狗遇到猫,对猫说,我刚才去看牛,这位大哥实在是太累了,说他想些一天,也难怪主人给他的活太多太重。 猫转身对羊说,牛抱怨主人给他的活啊,太多太重,明天不想干活了。 羊对鸡说,牛不想给主人干活了,他抱怨活太多太重。 哎,也不知道别的主人对他的牛啊,是不是好一点。 鸡根主任说,牛不准备给主人干活了,他嫌活太重太多太累了,想去别的主人家看看,就这样任劳任怨的牛,还冤而死。 这跟我前同事的经历如出一辙,之前有段时间,他非常忙,说了句有人帮帮忙。 跑了。 结果话传到领导那边,成了他抱怨公司安排的活太多,他工作能力不行。 最终,那位同事不得不辞职。 莎士比亚曾说,谣言的锋刃比刀线更加锐利,他的长蛇比尼罗河中的所有毒蛇更毒。 刀可见,话不可放。 如今,我们早已不说刀下留人,而说嘴上饶人了。 刀下留人是义气,嘴上饶人是仁慈。 夜间为时,耳听为虚,管好自己的嘴,别让三人轻易称呼。 眼见不一定为时,你不知道别人经历什么,别人的苦你不明白,别人的事你不清楚。 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的评论,也许会令人倍感痛苦。 三手口如瓶是最好的教养。 有句俗话说,您在人前骂人,不在人后说人。 手口如瓶。 连了就是不该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能说。 危急为人。 传说,曾经有个远方的小国家首次派使者到中国来进贡了三个一模一样的金人,把中国皇帝高兴坏了。 使者说,这三个金人哪一个价值更高? 只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够猜到。 皇帝请来珠宝匠,检查金人,称重量,看做工,都是一模一样的,看不出哪一个有价值。 让外国使者笑话,堂堂中国人没有大智慧的人。 还好最后有一位退休的老大臣说了他的办法。 皇帝将使者请到大殿,老大臣胸有成竹地拿着三根稻草,分别插入三个金人的一丝耳朵里。 第一个金人的稻草从另一边耳朵出来了,第二个金人的稻草从嘴巴里直接出来,而第三个金人稻草进去后掉进了肚子里。 什么? 嗯,想生也没有。 老大臣说第三个金人最有价值,市长表示赞同。 第三个金人之所以最有价值,是因为他象征着守口如瓶。 从他耳朵里进去的东西都落在了肚子里,最后烂在肚子里,也不想外说。 吴子虚被楚王追杀,渔翁冒着生命危险把他送到江对岸。 吴子虚心下感激,却担心渔翁泄露行踪, 为了证明保守秘密的决心。 渔翁亦然,翻船逆疆。 刚烈鹰气,可歌可叹。 捍卫别人命运的人,值得每一个人尊敬。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就职于海军时, 一位朋友向他打听美国海军在加勒比海上一座岛。 建潜艇基地的时,罗斯福问他的朋友, 你能保守秘密吗? 朋友回答道,当然。 能。 罗斯福微笑着说,那么我也能巧妙地回答, 既化解了尴尬,也保守了秘密。 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关心, 不是打破砂锅问到底, 而是心领神会。 现实生活中, 背后爱议论别人的人, 通常比较薄情寡义。 妄图通过那些谈论甚至贬低别人来满足内心的不平衡。 而那些不拘小节, 对别人隐私有所敬畏的人, 大都心宽体盘, 日知豁达, 时刻精神饱满, 心情愉悦。 如果别人向你透露隐私, 那么守口如瓶吧。 那这就是对这份信任最好的尊重和感谢。 四, 流言止于于, 于流言止于智者。 弟子归有云, 见人恶极内省, 有则改无家境。 静坐长思己过, 闲谈莫论人非。 要知道消耗。 别人的故事当作自己的谈资, 只会让人对你敬而远之。 因为谁都明白, 你能谈论一个人, 就能够谈论所有人。 此外, 也不要轻易向别人泄露自己的隐私, 因为柳燕有一千分贝, 人们对隐私的再加工能力是超乎想象的。 海明威说, 我们花了两年学会说话, 却要花上六十年来学会闭嘴。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